你跟這樣子的大立委作為同事啊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而且啊就是說 當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講出這樣子的言論的時候 這算不算是一種挑釁 算不算是一種破壞兩岸和平 它應該是有點破壞世界和平了吧 因為有一點像世界大戰的概念 其實昨天翁曉玲委員質詢顧立雄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在我的辦公室 我就在看那個現場的直播 就是我越看我 我下巴真的越掉下來 第一個 我覺得我好像不是在看2024年 這個立法院的質詢 我覺得我好像在看一個穿越劇 1950年 我好像在看一個穿越劇 然後我覺得翁曉玲委員好像 就是一個這個掉到 不屬於他時空的時空旅人 那我們看過很多穿越劇都是這樣演 電影裡面都有這個東西 翁曉玲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我後來一直覺得說哪裡不對哪裡不對 後來我其實真的覺得 其實你發現這個翁曉玲的想法真的非常的復古 非常的古典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說我想一想 其實也許草野是可以來合作 那我們一起把翁曉玲委員的腦袋來提爆聯合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什麼啦 我覺得他們把他封存下來 他外星人 他從黑洞來的 我們把他封存下來 我覺得這真的代表了一段歷史 那可是其實昨天我覺得翁曉玲委員如果我們認真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戳破了一件事情 其實他真正戳破的是馬英九 馬英九到處最喜歡說的事情就是說 你看我們中華民國就是有自由地區台灣還有大陸地區 其實翁曉玲委員昨天的問題他該問的不是問顧力熊 他最該問的是問馬英九 你馬英九說的中華民國裡面有自由地區是台灣還有一個大陸地區 那請問馬總統那你的反共大陸計畫在哪裡 他最該問的其實是馬英九 那更不用說他昨天甚至還講說 你怎麼可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只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矮化台灣 賣國賊 這就是賴清德 就是賣國賊 我心想說 欸 莫委員你們的副主席 中國國民黨的副主席 連勝文先生 前幾天還去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舉辦的海峽論壇 你們的雲林縣縣長張立善 還去參加海峽論壇 是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覺得他完全不只是時空錯亂 其實我剛當他看到秀出那個邱海棠的照片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一點點覺得可悲啦 就是他真的被封印在某一個當時的時空裡面的愛國教育裡面 他這麼多年了 大家說他最大 他什麼年紀最大 這麼多年了一直走不出來 就是這麼多年了還是走不出當時的那個愛國教育的時空 而且當時愛國教育反攻大陸也好 或者是兩講提供的這樣子的思想的灌輸也好 我心裡面是覺得很可悲 其實我都很想知道說 今天如果國台辦也在看著這個質詢的直播的時候 國台辦會怎麼想 國台辦應該瑟瑟發抖 翁小林就要打過來了 對 國台辦可能還在想說 所以那我該怎麼辦 我現在到底是不是應該準備我軍事上面的防備嗎 還是我要做什麼事情嗎 我覺得他可能連國台辦都會被他嚇得不知所措 笑到流眼淚 所以你真的覺得翁小林其實他真的蠻大的 真的 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他真的是一個國民黨派出來的很厲害 讓所有的人不管是藍綠 紅 都不知所措的一個很了不起的立委 沒錯 他真的很大 大到你看國民黨完全不敢揭槍有沒有 然後這個黨內立法委員的國民黨同志 也不知道該如何幫他辯護 也算是一種笑料 在我們這個紛亂的政治局勢當中 有翁小林其實讓我們大家 你看 裴姐也是可以笑到流淚 剛那一首奇怪的歌啊 你說你很小的時候有聽過嗎 聽過啊 聽過啊 國小就放過 然後現在我們如果要恢復當年的秋海棠 我們需要做怎麼樣子的備戰準備 其實 我很認真耶 其實 先總統講過我要立正 小學有教過 當時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五年成功 這個是有步驟的 他必須要強化要非常足夠的海軍陸戰隊 我們現在台灣的海軍陸戰隊 只有兩個旅而已啊 我們並不是公式的作戰嘛 我們是首次作戰 所以如果要變成反攻大陸 第一個擴邊公式作戰的海軍陸戰隊 因為你不管是飛機 不管是飛彈 最後第一個要登陸才算完成嗎 所以要有龐大的陸戰隊 我們現在只有兩個旅啊 絕對不夠啊 至少要擴邊20到50倍啊 那孤立雄忙了呢 對 那就等於說全民皆兵 因為中國的國土那麼大 你們祖國的國土那麼大 我們要去連外蒙古都要拿回來 還要有非常龐大的空降部隊 唐獨屋兩海誰啊 對對對 認領 我們現在大家各自認領 沒錯沒錯 然後光是美軍的C腰拐 我們至少要需要50到100架 才夠啊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國防經費 必須要到達我們 我們全國GDP 不是少少的喔 要一半以上啊 50%以上 因為你這麼小要拿那麼大一個 你要光復大陸多難啊 然後第三點是沒有花錢都買不到的 就是以前我們說反攻大陸是 台灣發起正義之失 中國內部紛紛響應 就跟武昌旗一樣 現在有誰會響應啊 現在你的內應在 我要問一下翁曉玲委員 請問現在中國的內應在哪裡 以前還有李迷在甸緬地區的遊擊隊 以前還有周三群島的反抗軍 請問現在這些人在哪裡 所以 而且翁曉玲你現在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在做跟俄羅斯一樣的事情 你要入侵中國 侵略別人 你要入侵中國 我從當連長開始 就沒有國光計劃 國光計劃 1991年解嚴 所以解嚴以後 所有的國光計劃就燒掉了 什麼叫國光計劃 反攻大陸計劃 國光計劃就是反攻大陸 就是反攻大陸計劃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小關的時候 有一本黃皮的書鎖在保密櫃裡 都不准拿出來看 那就是國光計劃 一直到1991年 全部下令這個都要銷毀 改成台澎防衛作戰 就是顧彎作戰計劃 所以沒有國光計劃了 已經沒有了 現在唯一留的一本 應該在軍事館裡面 應該在軍事館裡面 不過裡面人是已非啊 裡面所有的裝備 編製戰法 可能都是大概1968年 我出生那年的那個狀態 所以要全部都要改 所以翁曉玲我們不是說我們不想反攻大陸 因為那叫侵略 那叫侵略 那真的叫侵略 我們要進攻蒙古 進攻中國 進攻中亞 那叫侵略 還有勒 那請問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所謂的克什米亞 中屬克什米亞要不要拿回來 那你跟印度跟巴黎斯坦 那火丘海談一部分 對那個克什米亞那一塊要不要拿回來 太多了 跟越南的爭議要不要拿回來 跟印度的爭議要不要拿回來 我們還要打俄羅斯 俄羅斯蒙古國都要打回來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 我覺得 我以為 在我把那本國光計劃銷毀以後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想不到還有人記得你知道嗎 而且還在國會裡面質詢說 國防部長 是你不要反攻大陸的 別人沒有 我跟你講 我在國軍待了32年 32年 沒有反攻大陸計劃 只有顧彎作戰計劃 對嘛 所以 這是認知出了問題嗎 還是習近平告訴你要你反攻大陸 對不對 這是國民黨的黨議嗎 因為他是不分區 對 反攻大陸第一件事要消滅解放軍 反攻大陸第一件事情要 打垮習近平的政權 反攻大陸第一件事情要讓全中國變成自由民主人權 我曉得你要不要大聲的講出來 對啊 要不要大聲的講出來 講出來國民黨就完了 搞了半天你是要來 你是要辱華的 你要來辱華的 對不對 反攻大陸 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五年成功 現在開始倒數 你還有四年 零363天 後來 對